就读台中市立起名学校高三升的吴一荣 是一位全盲视障身 虽然双眼能看到围光身材瘦小 不过他靠着坚持不懈的努力以及自律 逐渐在200及400公尺田径赛场上展露头角 更多次代表台湾来出国比赛 不仅拿下多面奖牌 还打破了全国纪录而优异的表现 也让他在今年荣获总统教育奖的肯定 在陪跑教练的带领下 卖力往前冲刺 就读台中市清明学校高三视障身吴一荣 虽然双眼只能看到围光 身材也较为娇小 但靠着坚持不懈的练习与自律 渐渐的在200及400公尺的田径赛场上展露头角 可以参加国外更多更大的比赛 然后也是继续训练 然后让成绩可以再提升进步 喜爱跑步的吴一荣 就算训练再辛苦 也会咬牙苦沉下去 更多次代表台湾出国比赛 像是2012年亚洲帕拉青年运动会 就拿下三面金牌 并在400公尺项目打破全国纪录 去年世界中学生运动会更跑出两面金牌 再度打破全国纪录 获颁国光体育奖章 如此优异的表现 也让他今年荣获总统教育奖的肯定 感谢的人很多 就是教练学姐学长 就是在我练习的时候都很帮助我 然后就是也会鼓励我 然后还有学校这边就是也有帮我一些支援 这样子 一荣是非常坚定不移的孩子 他有一个设定的目标 他希望将来在我们就升学部分 能够进到台湾运动大学体育大学 去继续学习 他也才刚从法国去参加这个运动会比赛回来 都获得非常好的成绩 吴一荣不畏聚双眼全盲的障碍 靠着田井快腿 让世界看到台湾 而他也期许自己未来能带着这股力量 持续在国际赛场上发光发亮 跑出精彩的人生 记者陈伯罕台中采访报道